最近风靡全网的音乐拳击器 先看视频 这个大音响 人2000多的品质就不一样 充电头都是品剩的 拳击手套 说明书 现在咱们把200多的拆一下 200多连什么说明书都没有啊 我才妈呀 这个外观这个地方是皮质的啊 这个是卖家秀 这个是买家秀 咱们都装墙上 试压秀 咱们都拿上好了 这款2000多的 这款200多的 从外方来看 除了大小不移没有什么区别 这款两天都我要吐槽一下 它本身是不带音响的 但是送了个音响 这个音响看起来挺报级的 需要连接它的情况下 手机要下载一个APP 连接APP的同时 再连接这个音响 但这款200多的本身自带音响 来咱们直接开场 round one round one 按 click out 好 这个东西 不 干什么 或者给我拍出来 这个动作很累啊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它居然是有锻炼效果 而且到了这个音乐 绿速的情况下呢 能够让你抓紧节奏 你看如果咱们打的一个位置 是没有反应的 但是跟随它节奏去打呢 它上边会显示绿色 这一点 该入住 剩一谈不错 试试这个二百座自来影响 咱们打压错了地方 没有什么反应 我不知道你没什么发现 它这个音乐端略打击节奏 你对不上了 这个就不叫音乐拳击机了 我叫枪队多好啊 最近这个音乐拳击机风很大 我买了个二百多的朋友 准备反正想喷它的 但是我说一下我实际的使用外套 用它 你自己打拳击的时候 就感觉像通关一样 一关一关一关往下打 越打身体越起劲 用它完全没有反应 而且打这个呢 它是会给你少套一个回弹 就是打着反应就很舒服 它是给我回弹 我反正打这个球 跟墙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算是好 但是它的价格也好 但是这种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贴在这种白墙 这个就是我贴实买的 而且从这个外套来讲 这个比较大 挥动起来 是有感觉的 而这个特别小 全跟全之间挨着 没有律动的感觉 现在吧 这个两千四百多块钱 这个二百九十九块钱 评论区告诉 你会买哪个 是什么事 你会买哪个 是什么事 我贴在买哪个